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 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话语曾开放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引人绝望 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 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 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 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 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 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 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 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 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 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碰见他了 他们两个人邀请我和韩明森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让我当伴娘 这就是刘建国的选择 人家都不当回事你就别操那份闲心了 好吗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其实你跟叶宇的事情 他都跟我说了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的反应 有点过激啊 回去洗洗睡吧 让我静一静 行 我知道你心里在意 你怕刘建国被欺骗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去找叶宇摊牌 总好过直接去找刘建国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请问前两天是不是有位姓甲的先生来过 是这样 他唠唠包裹在我车上 但是我没有他手机号 所以过来问问 那就这么定了 好 那就先这样 那要是我和建国 再想出什么新的想法 马上给我打电话 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叶宇 对了 这两天你要有时间 去一趟毕登科那儿吧 我把伯娘的礼服 叫给她定制了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你就把尺寸翻给她也行 结婚的事真是麻烦 不过建国说 结婚一辈子只有一次 所以一定要是最好的 叶宇 前几天 你去地景行园那儿看房子了 我就纳闻了 原来是你呀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站在朋友的角度 问你一句 你是全心全意的 爱留建国吗 你是在怀疑我吗 我没有资格怀疑你 知道就好 义酋 我的感情只需要对刘建国一个人负责任 只要他相信就够了 用不着别人操心 如果你真的把我俩当成朋友的话 请做好一个朋友该做的事情 要不然 受伤害的 会是你想保护的那个人 速到茶馆 十万火急 坐 人都齐了 搞什么鬼 我们也不知道啊 讨厌把我们逼过来的 这件事 既然我们俩都说不清楚 我就多教训你们了 旁观者清 好了 陪水团都到齐了 法官也到了 原告 上诉吧 好 下面有请第一位证人 你哪位 你好 贾先生 我是刘建国的前女友 我姓王 刘建国 王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虽然我跟刘建国分开了很多年 虽然我跟刘建国分开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三年前 我听说她跟一个叫叶宇的谈恋爱了 我真的好心痛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是她爱的 我就只能祝福她 前不久 我听说他们要结婚了 我真的很害怕刘建国被骗 所以我找人调查了叶宇 我就是你调查的结果 是 虽然我知道 你跟叶宇的关系不一样 但说实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到什么程度 要不然今天坐在我对面的 就是刘建国 而不是你 你要告诉刘建国 当然了 原来你就是一角局的呀 最多不负人心 我是不甘心哪 我一直没有放下她 难道你愿意看着你最爱的女人 跟别的男人结婚吗 你放心 今天的事只有你我知道 别人都不会知道 而且这件事 从头到尾你都不用参与 你只要告诉我实情 剩下的事交给我 叶宇是我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感情一直不错 上个礼拜一见面就说要分手 搞了半天我才知道 她要嫁人了 算了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就是纠缠 大家毕竟相持一场 好娶好散 再说像这种水性洋祸的贱女人 真没什么好留恋的 不是 这什么人哪 人屁也太刺了吧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事必须把刘建国叫出来 跟她摊牌 趁现在还没结婚 赶紧告诉她 让她自己做决定 舅 舅 你找叶宇谈了吗 找了 她没承认也没否认 只是让我少管闲事 这 这怎么就叫闲事呢 这可是关系到刘建国一生的幸福大事 你说啊 咱们做朋友的不知道也就算了 知道的就必须得摊牌 对 一舅 我完全同意 所以我觉得你赶紧找刘建国谈一下 而且要快 再拖的话就来不及了 就是啊 我跟你说 再拖你的婚纱都该做完了 安静 我可不可以 求你们一件事 秋啊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别老求不求的 这件事情谁也不许说出去 到此为止 一秋 尤其是你 你如果敢把这段录音给刘建国听 咱俩去交 秋啊 我是男人 我了解 这事呢 要么就一辈子不知道 一旦知道 我跟你说 马上离婚 想都不用想 要是徐家敏她敢跟我这样 我立脑就 我不想办法告诉她的 好 那这事 我们就不管了 就不要政府 正宗 我也不许说 不要 你不许说 所以我们不好意思 然后你们去 撑索 小江 能问你件事吗 你说 最近公司那个 新专题系列篇的投资方 是不是赵总啊 是啊 赵总 怎么了 没事 您能帮我打听件事吗 应该可以 就是你帮我查一下 那个赵总公司的全名 还有他们公司 最近签约项目的一些资料 越详细越好 没问题 谢谢 不客气 想不客气 服务 旅行 慢慢的 行 湯 让她顺利 再来 呢 我们俩 好好学习 гляд 想等你忙完再说 我忙完了 公司可能突然有点事 所以 没事 我已经习惯了 忙完了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 喂 喂 我现在有点事 晚一点你打电话 说真的 今天约我出来 比我预想了蛮很多 我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在我走之前呢 必须要见谁一面 你打电话约我出来 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新婚快乐 早生归子之类的 这些话当然会说 而且是真心实意的 谢谢 刘静国 感谢你这么多年来 一直照顾姨兄 我不管你们两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朋友也好 哥们也好 旧情人也好 谢谢 真心实意 这句话 是代表义丘讲的 还是代表你自己讲的 都一样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如果是代表义丘的话 那我得说一句 不客气 但是要代表你自己呢 那么 真的是没有必要 因为 早在你出现之前 我也已经在你身边了 刘静国 从今天开始 你身边是另外一个女人 知道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听说 我希望你可以 帮我一个忙 权逸就离开北京 去上海 这种事情 应该是你的私事 我帮不着她们忙 她会听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对她最好 谁对她最好 她心里面最清楚 你觉得她现在开心吗 一修现在身边的朋友 一个个的都领着结婚了 有新的家庭 新的朋友 而她呢 整天公司家里 两点一线 以前可能还可以 找你喝喝酒 聊聊天上 以后 她连个说话的 也都没有 我不想看到她这样 对 我后悔了 我特别后悔 你说我为什么 不跟她去上海 我为什么要留下来 我就不能先结婚 再去奔事业吗 我非要留在这儿 当什么女强人 我怎么想 其实我也不行 开明思念 如果以秋 把北京的一切放下 跟你去上海 你会跟她结婚吗 当然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谁都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会尽力 谢谢 不客气 吃什么 你的 你没有想到 他那我 你不想到 你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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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金言 我听到朋友说 赵总的公司最近确实投资了一部 大型专题 系列片 但是 那制作方好像是一家小公司 没什么名气 也没什么规模 好像才成立不久 那你知道 那个制作公司名称是什么吗 知道 叫东方力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嘛 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啊 我觉得 不错啊 衣服倒是没问题 但就是人物不对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话 不懂的话可以教你 哥 你真打算要写 现在后悔可还来得及啊 你小子被婚姻生活下怕了 其实我也明白 叶宇对我这么好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 不是 那人家徐夏敏好歹对我是一心一意啊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说 不是 那个 去往我的球吧 为什么去往 你说不说 说 对了 叶宇还等着我们呢 你那么长身都没看 你说不说 走走走 赶紧去看你的啊 叶宇等着呢啊 叶宇 叶宇 建国 漂亮吗 很漂亮 你也很帅啊 谢谢 太美了 我简直不得不爱我自己啊 看看哪儿不合适 我再给你改改 挺好的 但是我还是想去试另外一间 没问题啊 走 那个我去帮他整理一下 去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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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设计公司的想法比较好 就是费用太高了 而且周期会比较长 这家呢虽然没什么名气 但效率很高 口碑比较高 也还不错 我觉得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 对不起啊 刚才你说什么 真没事啊 不好意思啊 喂 我在开会呢 有什么事你说 行 没问题 好 好那一会儿见 小枫 去吧 公司为爱的事就交给你了 你说了算 韩明森之前 来找过我 他找你干什么 他找我劝你去上海 这种事谁劝得上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他 尽力地说服你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特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现在关键是你的事 那你在做什么 帮你和叶宇筹办婚礼啊 我不是说这个 现在对我来说 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事 那好 那你忙完这件事情之后 去一趟上海吧 有见过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 我现在发现你这个女人 真的很做作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没有的时候在远天远地 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 好了 现在有了 你一点都不珍惜 还觉得不合适或者什么不对劲 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自我 全世界几十亿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 你明白吗 用不着全世界 我只要你一个人 围着我转就可以 那个人在上海 有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要告诉你 叶宇他 他可能 我不确定 但是我 我 我听有人说他 我知道 你知道 对 我也是刚知道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觉得这件事情 要把登记提前 越快越好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他怀孕了 怀孕 是 你 我说的就是怀孕的事 叶宇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来着 可我就是没忍住想告诉你 一个人 离不动 他有没有忍住 为什么 有 seemed 好 不是 你 去哪里 他不是 但他不是 你 恭喜你 你要做爸爸了 谢谢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样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水太凉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叶昀 我答应你 以后会好好地对你 还有我们的孩子 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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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到 我 funciona 我可以做到 没什么事 好 谢谢你 我舞台 你哪个进大课啊 你来什么跑啊 失眠多梦 锻炼锻炼 刘建国的婚礼筹办怎么样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行了 反正那个人自己也不用心 那你呢 旁观者也不用太费心了 我知道 样呢 一大早花枝招展的被接走了 还是要有福气啊 走吧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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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我先下车了 行 那个样儿 晚上一起吃饭吧 你喜欢吃什么 我去买菜 我来做 今晚不行 我有约了 那下次吧 好 拜 好 要不晚上一起去吧 时间倒是有了 就是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而方便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而且这个人你也认识的 我认识 好 欢迎光临 雨秋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刚到 好 你觉得酒店怎么样 还满意吗 好满意 那就 那就定在这儿吧 好 那我赶紧把菜单发给你们 你们抓紧时间选一下 然后我让酒店尽头准备 然后我让酒店尽头准备 你发给我吧 下次类似这种事情呢 通通的报到我身上 OK 对了 帮我恭喜你了 谢谢 一个女人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被你一下全打标了 做了妈妈 又做了老婆 真羡慕你 没什么好羡慕的 每个女人都会有这一天的 对了 我觉得呢 这边不太好看 一秋啊 能不能叫他们去改一下呢 改式不行了 到时候找人 帮着装饰一下吧 好 你确定 肚子里的孩子是刘建国的 怎么办 没事没事 你们聊 好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真的没事 是我的一个好姐妹 她和老公正在闹离婚 给我发信息 我好担心她 我想去看看她 好 我陪你去 走 不用不用 你一个大男人 去了也没用 好 你们先聊 好 我先走了啊 OK 干嘛看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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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发现你变了很多 从一个大男孩 变成了一个大男人 我不会谢谢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是在骂我 嗯 我说的是真的 我从来不觉得 刘建国可以这么帅 我本来就这么帅 不用大惊小怪的 OK 对不起 干嘛 现在才发现啊 来不及了吧 老公 岳 你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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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昀 不进去 看你 你不能擅长 你就是 小姐 搞了半天还是要结婚呢 叶昀怀孕了 谁知道那孩子是谁的 你别这么三八行不行 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 谁也不许再提了 怎么了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你不愿意去可以不去 别找别人麻烦行不行 乱发脾气 更年期提前了吧你 对 更年期提前 喂 什么情况 我招他惹他了 行了 行了 他心里怎么样 你自己也清楚 那天他不跟你说了吗 他跟哈密森之间 一大堆的问题 那现在卢建国要结婚了 叶宇又怀孕了 他心里能好受吗 那他发脾气找我发 那我发脾气找谁去 那么奇妙 喂 干嘛 你都过离个晚上 你烦不烦啊 是啊 宋泽飞就是在深圳 给我买了套房子 我没事就过去找他 跟他吃饭逛街 怎么样 关你屁事 滚 平安到家了吗 早点休息 晚安 云雨 晚安 想不到你会伸出双手 抓紧我的手 带着我走到出口 方便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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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心愿 我带着心愿来面对生命无常 我们的梦想都放在肩膀 错过的一切 错过的一切再重来还是一样 你给我力量实现我一个 渴望没有改变 未来的梦想都放在肩膀 只有你相信我 只有你相信我可以坚持方向 你给我力量背起了一个希望 张开了眼睛看得见星光 我带着心愿来面对生命无常 错过的一切再重来寻找答案 你给我力量实现我一个 渴望没有改变过 放下是天让我们不再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